好,这个花莲东海岸风年祭陆续在7月展开 那么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是没有对外开放 花莲风兵三富桥部落18号晚间举行风年祭的晚宴 邀请了县长徐真卫一同来参加 跟着族人手牵着手来唱鼓调 族人手牵着手跟着头目唱鼓调 这是风兵三富桥部落的风年祭 县长徐真卫也受邀到场跟族人同乐 花莲东海岸风年祭陆续在7月展开 去年因为疫情没有对外开放 观光人口也大幅减少 乡长表示风年祭代代相传 希望透过文化祭仪活动 让外地工作的游子也能够返乡参加 除了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祖林之外 能够让我们每一年有丰收的一个鼓舞 让我们每一年都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尤其是这两年的疫情 真的我们非常的担心 也非常的惶恐 但是在这个时候 我们真的要谢谢我们的祖林 也希望我们这个以理性的文化 能够代代相传 布隆画是花莲的快宝 更是永续花莲的一环 徐政卫说7月22号到24号 在花莲县立体育场旁边的德兴大草坪 将举办一年一次的花莲县 援助民族联合风年节 也欢迎民众来到花莲游玩 谢谢高双双 蜂蜂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